男主角是一个拥有穿越时空的潮能力者 但是他能力比较弱 不是想怎么穿越就怎么穿越 是要从他七岁时第一次诗意讲起 有一天老师让小朋友们画画 那小朋友们画的画用脚后根都能猜到 无非就是表现大自然很无害一家人很有爱的画作呗 但是小男主却画了一幅不黄很暴力的画 然而当他妈问及他为什么要画这个不黄很暴力的作品的时候 小男主说忘了 然后他妈就带他去检查了一下身体 并且让小男主开始养成写日记的好习惯 以便帮助小男主记忆 紧接着小男主迎来了第二次诗意 他拿了一把菜刀好像要砍谁的样子 但是很快就清醒了过来 第三次诗意是妈妈把小男主送到一个叔叔家里玩 而这个叔叔有一个拍电影的梦想 所以他就让小男主和他女儿表演一段激情床戏来完成自己的梦想 只不过叔叔还有一个儿子也想当男主角 然后叔叔就对儿子说 滚蛋 我只想拍清晨的长戏 不想拍家庭乱乱戏 然后儿子就愤怒的在楼梯上一边看小男主跟他姐姐打炮 一边虐娃娃 但其实整个打炮过成小男主失忆了 一直追问大家刚才发生了什么 不过那个是吧 那么爽的事你竟然忘了 巨亏啊 第四次诗意是妈妈带小男主来精神病院看他爸爸 小男主失忆了也不知道跟他爸说了啥 他爸非要杀掉他 然后他爸就被保安一棒送入地下长眠了 时光仍然转眼过去了六年 小男主此时已长成情窦初开的中男主 他的玩伴除了以前那位叔叔的儿女之外 现在还多了一个小胖子 中男主和叔叔的女儿互相喜欢对方 所以接下来我们称叔叔的女儿为女主角 看起来当年那炮没白打 把叔叔的儿子称为弟弟 有一天他们拿了根雷管想要搞点恶作剧 去炸人家的游戏 结果雷管爆炸的过程 男主角又迎来了第五次失忆 清醒后只见大家都很紧张的样子 小胖子更是被吓得魂飞魄散 原来他们刚才把一对母子送上了天 后来有一次弟弟在电影院 发现中男主跟女主角正在接吻 最生气的把路人给痛揍了一顿 弟弟难道你有练解情结吗 当年拍片时你就想当男主角 现在你还不想让别的男人碰你的姐姐 莫非你是想独自占有你姐姐啊 于是恼羞成怒的弟弟就绑架了中男主的狗狗 想要烧死狗狗以报复中男主 中男主和女主角以及小胖子三人一起上前去救 结果三人均被弟弟撂趴 关键时刻中男主第六次失忆 醒来后发现狗狗还是被烧死了 此举也许让中男主的妈妈觉得邻居都是变态吧 所以他就带着中男主搬家走人了 时间转眼又过去了七年 中男主长成了大男主 并且七年间再也没有失忆过 有一天大男主读自己日记的时候 发现竟然可以穿越回之前自己失忆的空白片段 这次回去他看到了当年弟弟烧死狗狗的过程 但是他并没有做什么改写历史的事情 所以当他穿越回来的时候 生活还是原先的那个熊样 旁边还是那个裁约的炮友 然后他驱车回到故乡找上已经长大了的女主角 想问一下当年叔叔让他俩拍的电影究竟是啥内容 但是女主角瞬间就绷不住了 当天晚上就选择了死亡 不是吧 那么多年都过来了 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反而抗压能力更差了嘛 怎么别人一句话就能把你送走呀 大男主也不能让刚刚出镜就棍了的女主角真领便当啊 所以穿越回第三次失忆 也就是拍片现场希望能救女主角于水火 大男主附身在小男主身上对叔叔放了一通狠话 然后叔叔就胆缩了没敢拍这场儿童床戏 紧接着大男主一觉醒来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 他正处于女生宿舍 而女主角就躺在他的旁边 天使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男主角可以脸上一条欲心 就大摇大摆的在女生宿舍里走来走去的 关键是别的妹子竟然也丝毫不在乎 直接在大男主面前展露出自己的动体 难道大男主把整个人类的道德观也给改写了吗 根据我的观察 这位全国出镜的妹子修剪过沙体的毛毛 哎呀老四鸡就是老四鸡 但是你说这些跟电影有毛关系啊 言归正传 如虫或新生一般的大男主 发现自己在学校还是一个帮会的头头 小学弟们想要入会必须得巴结大男主 但是看似美好幸福的生活却有一个小瑕疵 那就是女主角的弟弟 由于叔叔从那件事之后再也不敢欺负女主角了 所以他就把儿子作为发泄对象 他从小被爸爸暴力虐待 导致他长大后人格变得非常扭曲 成为了监狱的常客 这一次他从监狱里出来之后 就想报复夺走他姐姐的大男主 结果这么能打的疑惑 却被大男主失手反杀 警察随即把大男主送至监狱 呃美国的司法程序我也不是很懂 嫌疑犯都不用去看守所 而直接被弄进监狱的吗 大男主刚到监狱就饱受欺负 那些在监狱里常年见不到女性的犯人们 看见来了个小鲜肉就跟看见了个美女似的 一个个都想知男而上 大男主如果不想备受欺凌 就必须选边站 但是如果加入组织 就得交个口活投名状 简单来讲就是用嘴去吸头头们撒尿的地方 然后大男主就想求助他那个信教的御友 给人家表演了个穿越魔术 本来好好的一双手 大男主回到第一次示意 也就是画画片段 用钉子把自己的手给刺穿留下伤疤 然后回到现在给御友看自己多出来伤疤的手 御友瞬间震惊 好好的一双手怎么会多出伤疤来呢 但是这里我有个不成熟的小槽点想吐一下 就是大男主跑回去改变了从小手就留疤的历史 那也就是说大男主应该从小就带着这个伤疤长大了才对吧 那也就是说大男主在进监狱之前就有了伤疤才对吧 那也就是说大男主给御友表演的魔术是不成立的才对吧 但是编剧也没有管那么多 反正就是让御友慎惊了 然后御友就帮助大男主成功穿越 这次大男主穿越回了第六次示意 也就是弟弟要烧死狗狗的片段 被大男主附身的中男主递给了小胖子一个锋利的武器 让他待会割断绑狗绳 结果小胖子不知道是不是耳朵不好使 竟然直接把弟弟给做掉了 好吧这样一来最起码这个世界就清静了 但是看似美好幸福的生活却有一个小瑕疵 那就是小胖子 他被认定为极具暴力的精神病患者 常年被绑在病床上痛苦不堪 然后拥有完美主义的大男主就想去请教 同样具有穿越能力的父亲 看看他有没有啥高招 让自己和身边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别傻了 他要有这能耐他会在精神病院里待着 见到父亲后得知此题无解 并且多次穿越可能会害死妈妈 大男主不相信爸爸的话还要继续玩穿越 结果恼羞成怒的爸爸就上演了之前要掐死儿子的一幕 结果他就被保安一棒子送走了 回到现实大男主又去找到女主角 看看他过得如何 没想到女主角竟堕落成了个有毒瘾的妓女 大男主虽再一次穿越欲救所有人于水火 他来到第五次失忆也就是雷管恶作剧事件 勇敢地阻挡了将会被雷管炸死的母子 这次大男主身边所有人都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但是看似美好幸福的生活却有一个小瑕疵 那就是大男主自己 他当年被雷管炸断了两条麒麟臂 那他深爱的女主角当然不可能爱上一个残疾人了 所以女主角这次就跟小胖子好上了 伤心欲绝的大男主想要自杀 幸得弟弟及时发现救了他 然后大男主就利用小时候胳膊没断时写下的日记 再次穿越到了第四次失忆也就是拍片现场 小男主拿着雷管想要吓唬叔叔 结果一不小心把女主角给炸死了 回到现实后大男主很清楚这是一个没有女主角的世界 但是由于他从小就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 所以从来就没有写过日记 不过还好他发现穿越不一定非得靠日记 他爸就是靠照片穿越的 于是他播放了一段老妈即将分面时的录像 利用视频穿越回了还在老妈肚子里的胎儿期 然后他就用期待把自己给勒死了 只不过我以前听人说自己是无法勒死自己的啊 你们谁有兴趣可以试试哈 如果你把自己勒死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成功了来粉碎这则谣言 好吧电影伴随着男主角从来没有降临到过这个世上而结束 最后好是想说男主角真不是一般的笨哪 他完全可以记下来这些年的彩票开奖结果 穿越回去再让年轻时的自己记下来 然后他就会具有钱 用钱来让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不就完了 干嘛非得弄死自己呢 真想不通 大坏蛋 酸汤就好 ��犊就好了 欢迎 electric 感谢观看